这世界将被女性所占领 这世界将会因为女性而丰富而多彩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战争 这是战争的战争 这是战争的战争 我认为这些年轻人们来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当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战争 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战争 能够成为他们能够成功 但是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战争 那是一个努力的价格 我们的全国是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行业 这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的 没有人会告诉你 说来 我告诉你这件事 你一二三 你这么做 你就能成功 没有这种 没有人会再告诉你 所以怎么办呢 只能是去inspire你的团队 我学习在娱乐园是关于合作 在商业中,你必须要合作 你必须要成为一组一组 她是一个领导,我一个领导 我认为有很多女性能够能够变成企业 而成为商业,我们的世界会是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认为,即使你走到桌子,破坏过桌子 或甚至会被刺激过桌子 是一个第二个问题 你必须要是敬虑和创业 在做什么你做 你会有女人在公司的组织 这些公司是比较成功 与企业和市场的增长 所以,这其实已经被认识了和证据 非常好 committed 因为我来到阿里巴巴之后 有这么多的机会 有梦想,有光荣 然后,有这么多朋友 我觉得这个体验太难得了 我觉得我倒过来想 我是inspire我的团队 要成长,要替我去分担 这就是我会说 去任何人 现在想起来一个商业 电脑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以前看来 没有互联网之前 基本上是男性创业机会多一点 女性创业 社会上可做的事情少 有了互联网 特别是未来三十年 服务型行业 消费需求 这些起来以后 女性可做的事情确实多 因为我刚才讲 大家比的不是肌肉 比的是脑子 比的是勇气 比的是智慧 比的是体验 我爱今天节目 我们会再做一次 我希望十年之后 会有女性讨论 女性讨论会 女性讨论会 这会是这次的力量 作为创业 作为计划 创业 作为人生讨论会 我们是一切是一个更多的地方 而我认为 你会出现 壮大楼 击枪 过到架子 或甚至 被创业 逼枪 是 一个第二点 你需要 要是 创业 创业 什么 你会有女性 这是 公司 他们 比较 更加成功 有很多機會,就是有夢想,有光榮,然後.... 这世界将被女性所占领 这世界将会因为女性而丰富而多采 我认为阿里巴巴有这么多女性 在最高的领导的位置 包括首席和首席的官员 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 参加到集团的愚蠢 是成为成为成功的价格 我们整个团队在的这个行业 是一个没有人做过的行业 这个是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的 没有人会告诉你说来 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一二三 你这么做你就能成功 没有这种 没有人会再告诉你 所以怎么办 只能是去inspire你的团队 What I learned in entertainment really was about collaboration and in business you have to collaborate you have to be part of a team She's the visionary and I'm the executor I think as many women that can be inspired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and the majority of Alibaba sellers and buyers are women so they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encouraging women empowering women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o follow their own dreams this is not just the century of China this is the Xi era this is the century of women and I'm so happy to see so many young women here that we're at this amazing turning point now when we can achieve our dreams and women can prove that they can do everything men have done and do it better but do it in a new way that can not 有这么多朋友 我觉得这个体验太难得了 我觉得我倒过来想 我是inspire我的团队要成长 要替我去分担 and that's what I would say to anyone thinking of starting a business now the internet is your best friend 但是以前看来 没有互联网之前 基本上是男性创业机会多一点 女性创业社会上可做的事情少 有了互联网 特别是未来三十年 服务型行业 消费需求 这些起来以后 女性可做的事情确实多 因为我刚才讲 大家比的不是肌肉 比的是脑汁 比的是勇气 比的是智慧 比的是体力